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7月3日 星期六 這節想跟大家說一說關於這個大家飲用的水 大家都知道 水 是人類最重要的物質 沒有水 人們就會很容易死 不吃東西 最少七天 都可以熬過 甚至有人熬過超過十天 但是沒有水喝 三天就會死 因為人類 這個體內是十分 欠缺的 每個地方的水有不同的標準 其實在歐洲 在日本 他們的水後水扭開就可以飲用的 因為他們的 食用水的標準十分高 高到他們要求 水後水扭開就是吃水 就可以直接飲用 但是說到一個小秘密 因為很多香港朋友來自英國 這裡的水分為兩種 因為 無論你是洗手盆也好 或者是 廚房 廚房那個Kitchen的水龍頭 都是有兩邊的 一邊是冷水 一邊是熱水 冷水是可以直接飲用的 但是熱水原來不是食水來的 熱水不可以直接飲用 所以 所以 千萬不要節省時間 用那裏的熱水來煲水 節省一點 那些熱水 沒有經過食水處 不可以直接飲用的 而冷水 扭開就可以飲用了 當然 另外一方面 如果有去過日本的朋友也知道 日本的食水 其實 也是水後水直接扭開就可以飲用了 因為日本人對於食物 吃進口的東西十分之嚴格 嚴格到是甚麼標準呢 嚴格到 這個標準我們稍後再說 總之是全世界最嚴格的 香港 吃水 也是很嚴格 當然沒有日本 也沒有英國那麼嚴格 香港的水 我們小學 讀書也知道 加了核 所以牙齒對於牙齒是有保護的 不過 在英國好像是沒有加核 所以有些朋友 在酒店那裏 有一位手足的家庭 他們說喝水 喝到牙齒痛 原來因為我們香港的水裡有加核 而英國應該是沒有的 這個我估計 他喝了牙齒痛 那我又不是很覺得 因為我們也流行煲過 不流行就這樣喝 因為如果你不煲也不行 但是英國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有硬水和軟水 倫敦那些是硬水來的 硬水即是礦物質 是很豐富的 所以 你如果煲完之後 或者水 有水夠在那裏 久而久之 你一刮下去是黃色一片片的 好像 好像那些結晶一樣 其實 喝得多這些礦物質 據說可能有些人會打頭 類似的東西 當然也是因人意 未必每個人都會 不過 有人敢說 喝得多這些礦物質 說是硬水 原來塞浦路斯也是硬水 不過我們當時在這裏住的日子 不算 不算久了 而且我們用的全部都是新的 不是很覺得有水夠在那裏 好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一下 中共的媒體 在6月28日紛紛轉載 說日本的地下水污染很嚴重 認為日本很危險 然後還說 我們國家 制定了嚴格的標準來控制 所以不用擔心 日本就很嚴重了 這個話題一出來之後 官媒大量轉載 說到日本 好像很危險 中國很安全 但是 事情的真相揭發了出來 即時令到13億中國人 不單止震驚 即時作嘔 我們在說這宗新聞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要費贊助 之前有報導說深圳有一個屋苑 不小心被食水館污染了 把那些 排污的東西注入 人們喝屎水喝了幾天 當然會作嘔啦 那裏還是 很有錢的深圳南山區 豪宅區 萬多元一呎 十幾萬一平米的地方 都是給屎水喝的 不過 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中國共產黨 在這方面 是很公平的 每個人都喝屎水 不是分誰 當然 領導當然不用領導特工 中共媒體為甚麼說日本的地下水污染嚴重呢 因為它說 日本的地下水 忽化物嚴重超標 報導就提了日本標準 不說自己中國的標準 當日中新網率先發表 有機忽化物超標110倍 日本大阪地下水 污染嚴重 在之後不夠一小時 國大的官網就加入這個轉載 報導是這麼說的 日本環境省對全國河流和地下水等有機忽化合物 忽化合物 農道進行調查發言 12個都府縣 12處地點有機忽化合物 農道超過水品 管理暫缺標準 其中大阪市地下水 有機忽化物 濃度是一升 5500納克 比起政府的標準 超標準110倍 報導說 日本准許 地下水的標準 一升水只去含 50納克有機忽化物 騰訊網就大肆 宣揚將這件事造成影片 我們國家制定了嚴格的標準來控制這些成分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但是日本比較嚴重 過量滑入忽化物 會造成忽中毒 網民驚嘆 日本原來如此危險 滋水如此污染 即時 有些網民會問我們中國的標準如何 我們中國的水質如何好 好法 結果 發現了真相 一查一查中國衛健委公佈的標準 中國 生活飲用水的衛生標準 生活飲用水的衛生標準 這個是2006年的公佈數字 到現在也沒有改的 忽化物 含量要求為每星不超過一 毫克 一毫克是甚麼 一千微克 即是一百萬納克 100萬納克 人家 日本 超標了 一升5500納克 已經超標了 但是 他們日本的標準是一升 只運到50納克 我們 是一毫克 是100萬個納克 即是人家立即拿一部計算記讀 中國飲用水的忽化物的限值一毫克 是日本 地下水 忽化物 限值 的兩萬倍 而且這個兩萬倍 大家覺得是甚麼意思 想不明白 為甚麼是兩萬倍 好了 用他的標準 嚴重超標的地下水 5500納克計算 中國 飲用水的標準 讓人家地下坑渠屎水 都更乾淨 即是中國的更骯髒 人家坑渠地下水 抽出來 都更安全過你180倍 標準更低過你180倍 那麼這個 數字出來之後 使得 那些人立即 瘋了線 當時這個話題 有人在微博 出了一個日本大阪地下水 有機忽化物超標110倍的話題 閱讀量是299000 但是 他的評論立即被人刪掉 大部分評論消失了 因為大家 面對到真相 拿出這個中國的標準出來 原來我們飲用的食用水的標準 比別人地下水的要求還要低 而且 一低 就是2萬倍 2萬倍 50對100萬 大家如果有賭過馬資 中一個2萬倍的波膽是多少錢 賭場3,720倍 買50元住 就收100萬 如果180倍 怎麼算呢 人家超標55倍 超標不是50倍 110倍 人家是50毫克 50 納克 標準是50納克 人家超標110倍 一升 是5500納克 但是 都比中國的 乾淨180倍 人家的地下水 不是我們喝的 地下水 不能喝的 好像香港的坑渠水一樣 當然 日本的坑渠水也很乾淨 大家如果有看過日本的坑渠 你看到他開養魚 人家的標準 連坑渠也乾淨過你中國人喝的水 所以 共產黨 在這方面一事同意 大家都喝屎水 沒有問題 當然那些人 即時崩潰大陸人 即時作嘔 不是吧 我們喝的水 不如人家的坑渠水 其實 很殘酷 現實真的很殘酷 當中國人知道日本的標準 以及中國的標準拿出來一堆一堆 即時 就覺得日本人原來如此嚴格 他的標準比中國的水乾淨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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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 是180倍 5500元一注買了180倍的波膽 就是差不多100萬了 就是這樣 所以 中國人很多時候 你要比較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而這個傷害對中國人來說很大 這次先說到這裡 拜拜